陈女士为什么会提出这样一个让人难以理解的要求 陈女士说她之所以不满丈夫独自揽下婆婆的住房问题 是因为曾经婆婆在她最需要帮助的时候 不曾有一次伸出过援手 我的孩子再怎么样生病怎么样 我婆婆都没有看我一眼 我带我家儿子去挂水的时候 早晨大清早四点钟我就起来了 我只拿了五毛钱给我女儿 她只有三岁 我说你早晨起来 我说你去到那边去买个月饼吃 我小孩子小嘛 只有三四个月滴水要滴到 到了夜里八点钟才回来 回来你知道那我女儿还站在别人隔壁婆婆家里 我女儿站在别人那个地方站一天 零话吃了没 我婆婆你不能视而不尽 你要帮一下我 是吧 哪怕抱一下我孩子 那我心里都说 真的是苦不抗云 原来我这么苦这么无助的时候 她不帮我 当到现在生活条件稍微好点的时候 那说真话她也要换位思考 是吧 在陈女士看来 因为婆婆曾经对她很无情 所以现在在婆婆的赡养问题上 她也只求一个公平 只需要对婆婆尽到基本的赡养义务即可 因为她从婆婆日常的种种言行上可以看出 婆婆早已将她和丈夫的付出当作是理所应当 压根就不曾领过她的情认过她的好 过了几年以后她就说她自己身体不好 她要住我家 我也带她去看病了 那天是我是晚上吃饭的时候说的 我就可能我那个时候也多了这么一句话 我也太直了 我就说妈 我说你现在吃在我家 你住在我家 我说你就不要走了 但是有一点要是生病 生病的这个医疗费用嘛 我们有花票的 看到多少钱 那费用我们两个儿子来对她 主持人你说我这个说话有没有说错 我婆婆就是在那吃饭的 马上这个桌子一拍 站起来跳起来就不可以了 我婆婆指我就骂 你这女人就坏 我跟你讲 你这个就是几百块钱的问题 跟我弟弟商量 不要跟我妈妈说 如果我弟弟不给钱呢 你可以说的 赵先生的意思是 陈女士不应该去跟妈妈说这个事情 对的 老子真挚就为这么一点事 就真的 那我说的也没有错 那本来就是这样子的 我承认这一点我自己也是 那个时候就是说在桌面上 我一就说了这么一句话 我承认我自己也不应该说这个话 但是我说出来了 但是礼我没有错呀 但是我说就说这句话 我婆婆也其上好的婆婆就说 没事应该是这样子的 那你就是不要拍桌子 不要骂 指着我鼻子就是骂 你不要老是说 你自己的态度 那个架势 我跟你讲 你老是说 自己也要面对自己的事 如果说你要这么解决 那你就不要解决了 我说我们所有的财产 全部归在子女名下 我们两个人尽身处复 不要谈吧 你听我先说一下行吗 你搞到现在这种事情 我跟你这么说 说了搞到现在 你说吧 你这个事情都是你 你一手造成的 这跟她有什么关系呢 我婆婆一开始画脾气 我没吵的 我婆婆还冲着我骂 还要冲着我来 我老公还护士她妈妈 一起要冲着我来打我 就当时肖先生的态度 我觉得她根本就没有帮我当老婆 就认她妈妈怎么样摆布 我老公她那个刚开始 态度不要激烈的话 我妈妈也不会那么 我没有激烈 我只是这么说一句 然后我婆婆就在那里 她说我两套黄子 都是我儿子买 我用的钱都是儿子给的 你给你没关系 我气的那个时候 我就真的难过 吵架当中的话 这个也不算什么事 这个激动的时候 什么话都能说得出来 你说对不对 因为她心里就认定了 在这个时候 你就是站在妈妈这一边的 是不是这样 的确我就说 我妈妈来玩嘛 就几天嘛 你就是跟她吵 是说我老婆不好 那些吵的 我就说心里头挤得要命 我说来玩好好玩几天 你老是要找那些这些事 你说有什么意义 就是一点点的钱 你是觉得是陈女士在找事 她就是爱计较的 爱较真的 什么事总是要弄个问题 肖先生认为 这都是小事 妻子根本没有必要和妈妈计较 而陈女士气得恰恰就是这一点 因为在她看来 自己的事在丈夫心里都是小事 丈夫的眼里似乎从来都没有她 这就是她的心里是小事 她的心里是小事 她的心里是小事 她的心里是小事